下面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性的设置 大家看一下 分辨率我选择的是1050P 1080乘以1050 然后打开垂直同步 画质方面呢 我一般是用这个低画质的预设 然后把这个文理改到高 这样它整体的帧数会相对高一些 而且画质我觉得也可以 也不算很差 陀螺仪的话 这个游戏也是支持的 大家直接用体感助手模拟鼠标 就可以进行陀螺仪的使用 大家简单看一下的效果 还是不错的 这个模拟鼠标可以用的话 还是很灵敏的 帧数的话按这样设置基本上是40帧上下 平均下来40帧吧 那本期关于这个公立暗影三个设备的这个基准的测试 以及我针对6800U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推荐设置介绍就是这些 之后呢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12瓦下的游戏测试 这个功耗我认为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功耗 既能保证续航又能保证发热 而且6800U在12瓦下的性能其实是很强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也关心大家关注 好本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